大家好,这个是瑞杰彩妆课 那今天我们又要来讲这个底妆的话题 要教给大家如何去做痘痘的遮瑕 那今天讲的是一个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个手法 我们把它叫做马卡龙层叠遮瑕法 那学会这个方法之后 无论你是偶尔爆一两颗痘 还是你是痘痘比较多的这个痘痘肌 干皮的痘痘肌,油皮的痘痘肌 你全都用得到 能够帮助你完美的遮瑕痘痘 并且让你的这个遮瑕和底妆非常的持久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步骤示范吧 好的,现在呢我就正在卸掉我的底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目前脸上呢 还有两颗就正在发炎的很大颗的痘痘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痘液 就潜血抱的痘肝,小哈许 其实是有两颗,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 然后嘴旁边也有两颗 我最近的这个痘痘呢是非常非常严重 因为大家如果在看我微博就知道前几天呢 我去了巴黎岛做婚礼工作 然后其实只去了三天 就整个形成非常非常的赶 然后巴黎岛现在的天气呢 就是那种又湿又潮又热 然后跟澳洲现在的气候有点不一样 所以呢我过去之后可能由于工作的压力 然后坐飞机没有休息好 再加上这个气候有一点点不适应 所以说瞬间第一天就爆出了好多痘痘 然后第二天和第三天 有的痘痘就正在消下去 然后呢又再发起来新的痘痘 所以我当时就在跟我们就是 做婚礼的team的同事就来讲说 你有没有见过九星莲珠 就是我脸上痘已经长成九星莲珠了 就非常的可怕 然后回来新鲤之后就已经好很多 那么现在再剩了两个很大很红的痘痘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也已经小一点了 昨天是更大的 好那么今天呢就趁这个有痘痘呢 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正在发炎的痘痘的遮瑕 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好那现在底妆已经卸掉了 我们来做第一步的这个处理啊 也就是prep skin 那我们所说的prep skin 就是说让这个皮肤做一个妆前的一个打底 那我们讲的妆前打底 其实不只是去用一个妆前乳类的产品 那今天呢我有用一些护肤的产品 比如说我现在呢 在就是我自己在长痘的时候 还有工作当中 画的这个模特或者是客人在长痘的时候呢 我都会先用一个化妆水先去做一个湿敷 给皮肤做一个镇定和消炎的这个动作 那因为长痘痘的皮肤呢 大家知道它通常会在红肿的情况下 非常难上妆 或者是脱妆非常快 或者说痘痘的周边 它在恢复的时候会起很多皮 因为非常的干 所以说我们要加强一下 这个妆前的保湿和镇定 那么我平常在用的产品呢 就是这个血迹精的这个水 那以前它蓝瓶的这个水 我已经用了很多年 然后呢白瓶的水是这次去日本的时候 带回来的 你不一定要用跟我一样啊 其实只要用适合自己肤质 还有你喜欢用的产品就可以了 那只要这个水不会很刺激 就OK 然后呢我就把它直接倒在这种 能分层的比较薄的化妆棉上 然后呢就在脸上去做一个全脸的湿敷 当然你想做全脸湿敷 或者说局部长痘的位置 和出油的位置湿敷都可以 那我其实很鼓励大家去做平常养成这个湿敷的习惯啊 那对于这个皮肤的 怎么讲 皮肤的稳定度 和之后的这个时装 其实都是很好 正在启豆的位置下巴这边我会再盖两张 好额头今天我就不示范了 因为我怕弄湿我的刘海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示范的就是痘痘的部分 好那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大概等三到四分钟的时间 然后就把它拿掉 好了那刚刚我们已经经过了三分钟的这个湿敷啊 然后你可以稍微轻拍一下 让皮肤远闻这个水分进行一个吸收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用一个妆前乳 那么今天我会用两个产品去做一下这个分区的使用 然后在起痘的部分呢 其实我建议你不一定要一定要用妆前乳 你其实可以用一个比较保湿的镇定的 比较温和的一个乳液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embrilis 然后我会把它用在这个下巴的这个周边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长痘的时候呢 其实皮肤它的这个周边啊 就是长痘的这个周边 它是非常非常干燥的 那尤其有的时候你不上妆还好 一上妆大家可能都会发生过 周围这个皮就浮起来 然后呢就会有这种卡粉啊 然后呢涂不均匀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我们尤其要注意一下 在长痘期间的这个妆前保养 其实你应该去注重一下 这个痘痘周围的保湿 而不是一味的去控油 大家看我会把它用在这个区域 那么这个embrilis其实在平常 我是不会用的 因为它不太适合我的复制 它比较保湿 我的皮肤是偏滚油嘛 所以说只有在启动的时候会使用 好的 分地的步骤呢 我们已经上完了 那现在就可以来做遮瑕了 那么我今天用到的这个产品呢 是比较强调持久 就是long lasting 然后它的这个遮瑕力也很好的一个产品 就是 isilod他们的这个double wear系列 那之前其实double wear的这个粉底 我们在视频里面也不止一次的用到过 然后他们的这个遮瑕 是我比较后来才接触到的 然后我比较喜欢的呢 是它又分很多 不同的色号 不同的颜色 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肤色 自己的具体是要遮什么样的瑕疵 去选择颜色 然后也可以自己混色 现在呢 我已经把三个遮瑕膏的颜色挖出来 放在手背上 那就是方便 等一下去做一个调色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我们做过一个中级遮瑕的教学视频 那在里面我们曾经有教过大家 在大面积的去长这个泛红的double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步骤呢 是先用一个深色 去做一个这个中和色差 然后第二步再用和肤色一样的颜色 去做均匀肤色 那今天呢我们会示范两种 不一样的这个方法 那所以说在遮瑕之前 大家先去判断 自己的这个痘痘 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说你像 比如说这颗比较小一点的痘痘 它泛红没有那么的严重 其实我们就可以调和出一个 跟肤色非常非常接近的 一个颜色去做遮瑕 那么另外一个呢 颜色比较深一点 它面积比较大 然后泛红也比较严重 那我们可能就还是需要 先用一个比较深的这个颜色 去做一个修饰 所以今天刚好是两个痘痘 我们就都做一下这个示范 好在边缘的地方呢 如果说你可以用手 去做一个晕开的话 让它的边缘不明显就可以了 不一定非要用刷子 因为之前我们示范的是 用这个刷子去扫 那看你的习惯 用刷头用手都可以 只要你用的这个位置是精准的 然后不要破坏掉这个遮瑕 就可以了 好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泛红 先盖住了 那原因是我们必须一定要 先用一个比肤色深的颜色 才能去减少这个泛红的色差 接下来我们再用 跟肤色一样的颜色就好 好那么现在呢 我会把这两个颜色 就是1W和1N调和在一起 去调出一个和自己肤色接近的颜色 因为我发现呢 它1W这个颜色 会有一点点太过于偏黄绿 它跟自己的这个肤色啊 跟我现在目前脸上的肤色 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差异的 那因为我们的脸部皮肤 它不是说 除了黄色 就是粉色 那有的人的肤色其实是neutral 比如说像我的肤色 其实就是比较偏neutral的 也就是说其实肤色里面 是有一些这个粉色的色调在的 那主要呢 是以黄色色调为主 可是并不代表说 你就只能用很黄的粉底 所以说每个人的肤色真的都不一样 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在选粉底选遮瑕之前 你真的一定要去 转轨去做一下试色再购买 好我们第二边还是要拍在痘痘上面 好周边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用刷子 去把它做一个晕开 尽量不要碰到这个痘痘上面 好那么现在这个痘痘就遮掉了 可是因为它现在是一个 非常发炎比较严重的一个时期 所以说大家能够看到它其实是一个立体的 但是在颜色上我们尽量做到 让它平整 让它均匀的痘痘 就已经变得不明显 可是这个立体度 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修饰掉 远看的话是OK 你的痘痘可以隐形 但近看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到的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遮另外一颗 那现在这一颗呢 我们就试一下 用一个步骤去把它修饰好 我们就调和出 你可以用的三个颜色 去调和出一个 尽量和你自己肤色接近的颜色 就可以了 好现在这个肤色就 现在这个颜色呢 就差不多是我的肤色 所以说我直接用一个刷子把它盖上去 大家注意手法 当你用这种扁平的 这种遮瑕刷的时候 不要一下子上去去用刷的 那我们要增加遮瑕力的话 就用拍的 好 轻拍 这样的话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遮瑕力 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豆豆其实用一层颜色 就差不多可以修饰掉了 好其他部分的下巴上的这个颜色不均匀呢 我们也一样用调出来这个肤色的颜色 去做一下修饰 去做一下修饰 好了我们这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呢我要用一个带有一点点润色的这个蜜粉 去做一个定妆 我今天用的这个蜜粉是一个有机品牌 叫做RMS啊 然后呢配一个粉扑 那这个粉扑呢不需要任何品牌 就是随便买都可以啊 然后只要大小适中的柔软度 你自己比较喜欢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粉呢 弹掉一些 尽量让它均匀的沾附在这个粉扑上 好大家注意看手法 我们现在用一个轻拍的方式 你可以把这个海绵U形这样凹起来 然后呢 很轻很轻的去做弹的这个动作 然后呢在豆豆的这个区域去做一个定妆 好那大家现在看 我们的这个 我的这个下巴区域已经变成一个哑光的了 为什么我们用轻拍的而不是用刷子去刷呢 因为用刷子的话 很多同学可能掌握不好这个力度 容易把这个豆豆上面的这个已经做好的瑕疵 已经做好的遮瑕把它刮掉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轻拍 粉扑轻拍的这个方式 好那么如果你担心这个豆豆的持久度的话 你想它再持久一些 遮瑕更好一些 更完美一些 我们还可以加第二层 但是第二层大家记得这个是optional 所以说你不是必须这样做 只是说今天呢我示范给大家 你有这么一个选择啊 你可以做第二层 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你可以叫它三明治的遮瑕法 或者说马卡龙遮瑕法 就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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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层叠的一个遮瑕方式 湿的加干的再湿的再加干的 这种不同质地的遮瑕法 好我们这一次呢就用肤色的这个遮瑕去遮 好那这次遮瑕的面积呢 可以稍微小一点量也少一些 因为我们在这个豆豆这个区域下面 已经用了这个蜜粉去做定妆 所以你可能会发现 有点难用刷子去把它晕开 所以我们尽量用指腹 轻拍它的这个边缘就好 好第二次遮瑕完成了之后 我们还是用一样的方式 用这个粉铺去沾取少量的蜜粉 然后把它这样搓一下 轻搓一下 抖掉多余的上面的这个粉体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 用轻弹轻拍的方式去做定妆 好然后呢我们剩余的其他的这个部位 你就一样可以用这个刷子来完成 我们就按平常的这个方式 去做定妆就好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 这个马卡龙式的一个遮瑕手法 非常非常适合用在这个豆豆机 那大家记得几个重点 那第一呢是你一定要找到 跟自己肤色一模一样 很融合的颜色 你千万千万不要用比肤色浅的 因为豆豆是凸起的 如果说你在用浅色的话 会把整个豆豆highlight 就是强调出来 你的豆豆会变得更加明显 尽量用接近自己肤色的颜色 那另外呢就是少量多次 那我们的底妆还有遮瑕上面 一定要尽可能的去用少量的产品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做到持久和不脱妆 那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说一定要记得这个顺序啊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马卡龙遮瑕法是 一层湿的产品 一层干的产品 一层湿的产品 一层干的产品 就是遮瑕膏加蜜粉 再遮瑕膏再加蜜粉 如果说你能很好的掌握这个手法的话 刺青你都遮得掉 只要你颜色和手法掌握的准确 所以说这个今天教给大家的这个方法 真的算是 就是从化妆的手法来讲 算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手法了 所以说分享给你们啊 希望你们今天有收获 好那另外呢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这个2018年的小白店高手初接班 也就是瑞姐今年的这个网络课程 就在今天礼拜一4月2号晚上就要开课了 就要直播了 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视频的时候 还没应该还没有到晚上7点 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 请你扫二维码 或者去我的置顶微博去看课程详情 因为一模一样的内容 也就是初接班的话的直播课 我是不会再开第二次的 所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 小白变高手初接班的直播课 以后就算再开课 我们也会开不同内容的 不会再开一样内容的直播了 所以说如果你要看直播 如果你要看活的瑞姐啊 给你讲课 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好的那希望今天晚上在课程上见到大家 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拜拜 拜拜